大家好,我是三喵啊,那个就在朋友家不写什么上岗了,回答一个Yansi流,他提出来的问题啊,这个他说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啊,Democratic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minority这种少数派,他的这种权利是如何得到保证的? 我记得这个话题,我之前聊到过一些啊,没有展开聊过,那么今天我以学渣之资就不吝分享一下我的这种看法,首先这个可能很多人对于民主有一个误会啊,说是少数服从多数,那么这个少数的话,那么他们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想法就只能去憋着,但是请注意,在这种民主的社会里面啊,少数服从多数, 第一,他有一个时间的这种限度啊,对吧,这个议会隔一段时间是要选的,这个美国的议会,共和党,民主党,隔一段时间是要选的,这总统更是隔一段时间是要选的,那你这段时间你是少数的,那段时间那可能你就是多数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时间上是有限度,第二点尤其要注意,这种少数服从多数啊,你说 服从这个词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在军事上这个才有绝对服从这样的一个说法,只不过就是多数派提出的这个意见会得以通过,而这个所有所有的这种意见啊,包括这种律令等等等等,都是建立在远超个人的生存和幸福生活, 这样的一个底线之上的基础上,就是民主社会它不需要大家天天做这种电车难题,对不对,就是我指的是在这个国家之内,我今天我到底是牺牲这部分人呢,还是我明天去牺牲那部分人呢,民主国家不需要让大家天天去做这个, 咱们举一个这个例子,您可能认为这件事情对乌克兰特别特别的这个残酷啊,就是美国现在议会在为这个600亿美元的这个援助乌克兰的法案,在争吵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个对于乌克兰当然是挺残酷的喽,那么前线的这个俄国军队,他们的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美国人还在吵啊, 但是对于美国人自己来说啊,其实你说您是共和党的支持者,您是这个民主党的支持者,您是拜登的支持者,您是川普的支持者,就是我不管怎么样,这个不是说我去让美国的平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去夺了哪个孩子的奶粉钱,我去拔了哪个老人的氧气管,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人他的这种基本的生存,以及形而上的一个体面的生活,都是可以得到保障的,这是民主社会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民主社会这样的一个特点,我再重复一遍,就是第一,他的这个,您当少数派,您也是有限的时间内当少数派啊,那如果你特别不争气啊,那你就一直当少数派下去,也不是不合一,第二点,就是说,这个 少数跟多数的这种权利啊,这个我再说一遍,这种权利上面的东西,都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只不过是在权利再往上,我想实行自己的主张的情况下,那我到底该怎么办,那天赋的人权,这个自由,这个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权利,等等等等, 这个啊,再说的话,这几个词,可以得到保障的,这种权利,或者说,不加甄别,自由,民主,平等,等等等等,这个啊,再说的话,这几个词啊, 可能就要写在墙上,变成什么什么核心价值观了啊,但是,第一要一定是自由,保证个人的这种权利,不受侵犯,这是任何任何的政府,绝对绝对不能跨越的一个底线,如果一个政府,你去做的一些事情,去跨越了这个底线, 去剥夺一些基本人权的东西,那这样的一个政府,就我们通常说,它就不是自由世界的政府,它就不是民主的这种政府,但是,你看啊,这事情有个先来后到,你得先承认个人是自由的, 个人是自由的,这个条件是绝对的,这个条件是不容置疑的,像美国的独立学员里面说的那样,这个是不正自明的,人人都有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权利,你看,美国独立学员上面说的是, 人人都有这样的权利,都被造物主赋予了这样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有了这样的权利,这叫自由,看到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保有这样的权利,去建立了政府,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再来讨论,你的政府到底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所以说,一定要先确保, 个人的这种自由,或者权利,对不对,那你说,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民主的政府,如何去确保,那个,少数派的权利,少数派的权利,那也是不可剥夺的,这些权利,对不对,他们是有监督政府的这种可能,那独立学员里面不是也说吗,这个人们啊,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是不会推翻政府的,但是,如果政府干得太过分了, 如果政府就是个王八蛋,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可以有权利去推翻政府的,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少数派有没有权利去监管政府,有啊,你去办报纸,去骂政府,可以啊,对不对,这个,你只要不去,这个,法律上面,比如说去开枪,把那个人给打死啊,这个你就要故意谋杀罪了,你可以去骂政府,对吧, 这不是有一个苏联笑话吗,这美国人说,哎,我可以在白宫面前说,这个,里根是个SB,这个苏联人说,我也可以去克里姆林公面前说,里根是个SB,你看这点,大家都是一样的,你可以去骂,对吧,你可以去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监督, 你的政府的任何的这种预算,一切的东西也好,它都是需要经过议会批准,议会里面有没有少数派,有的呀,那少数派可不可以对这个议会的这些东西构成影响,可以的呀,对不对,而且你的所有所有的法律是不是都得议会才能批准,那你这个议会里面没有少数派吗,对不对, 这些少数派他们的这个意见,你怎么知道,对这个法案就没有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呢,当然,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这个所有所有的这些立法,包括这种预算审核,少数派都是可以派出代表在这个里面去做一些事情,第二点就是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舆论,去可以监督 可以去指责政府,那么这些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权利,至少政府是有所忌惮的,尤其是考虑到现在这种网络时代,那么媒体的作用比过去是要大的,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么他们如果利用好媒体的话,自己的这种权利是能够得到很大很大的这种保障, 那么好,有人说了,跟民主政府相对应的,那叫独裁政府,跟自由相对应的,那个还是独裁,为什么这种情况下,少数派这种利益不能得到保证,这个太简单了,任何的独裁者,你都是其实需要找这种同盟, 你不可能把所有人都给杀活,那么你只能去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那你这个时候变成少数派,你就活该倒霉,所以我们最后稍微稍微总结一点点哦,对不对,就是你说民主的这种国家里面,少数派的这种权利, 到底应该如何去维持,到底应该如何去保护,对吧,那么首先,这种权利本身,这就是天赋人权,宪法规定的,那么整个国家哪怕在法案上通过的时候,这个算是少数派,整个法案讨论的问题是远远远远远高于这种生存和得体生活这个需求的,这是从表面上的,第二,我特别想强调,自由是第一要义, 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再来谈什么平等啊,民主啊,这个哈耶特说过,你要自由,你可以要到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尽力的达到一些平等,你想要平等,好,那就是人人平等不自由,人人平等被奴役,这个回头咱们单做一期话题来讲这个事情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少数派,他可以在议会里面有代表不? 他可以在媒体上说很多东西不?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当代啊,那么整个媒体的力量是被空前空前的放大,所以他们是可以在政府面前有很多很多周旋的异地,至少不用这个挨铁拳了不是? 你看看那个亮亮跟李军,这个挨了铁拳之后就被招安了,那这样的少数派大概在民主国家里面,应该不太会有吧,那么行啊,今天就是学渣之见,匆匆忙忙说了这么多啊,实在是让您见效,那么如果下次再想到什么好的,再跟您分享,谢谢诸位啊,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点亮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